Hi 前段时间去了新疆 那边的气候变化真的太大了 你们去的话一定要戴好一年四季的衣服 热的时候是穿胶带 冷的时候要穿一件冲锋衣 加一件羽绒服 这个天气大家一定就不要去沙漠了 我前几天去沙漠穿了一身黑 下来就中暑了 发到38度气 浑身疼还去医院挂了水 别配多难受 在这种温差带的天气里 我们的皮肤是一定要好好护理的 不然的话等脸垮下来了 法令纹出来了 再补救就很难了 夏天我不喜欢很复杂的护肤流程 就用好几楼护肤品叠加在一起 不会觉得很厚重 我喜欢精简有效的 用的就是这款K老面霜 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精华加精油加面霜 它是这种慕斯的质地 非常软绵 推开就吸收了 里面有来自科兴家的黄金布雕花 据说这个花是采摘了以后10年的布雕谢 好想亲自看看 感受一下大自然顽强的生命力 它是精油乳霜 通过珍稀比例萃取出的布雕花精华油 一整片布雕花的生命力 全在这一关面霜里面 我们的皮肤是有清脂性的 所以含精油的面霜会更加好吸收 里面含有从布雕花精华油中 等离子萃取的植物A醇 温和不刺激 给皮肤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 好呢 出差旅游的时候 带着这个面霜真的很方便 用了它就不需要再用精华精油了 我觉得夏天这样子的精简护肤 可以给皮肤减少很多负担 出差熬夜垮下来的脸有被拉回来 还有这边变身的纹纹也有改善 皮肤有空弹饱满的感觉 他们家的护手霜就无人不知了 没想到面霜也这么好用 大家出差旅游想少带护肤品 或者是想尝试夏天精简护肤的姐妹 可以早晚都用一次 来好好感受一下高效抗老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